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踩着荆棘丛生的坎坷道路 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华人演艺圈影视歌曲多期的天王巨星 更难得的是她的身上没有一般巨星的气焰和派头 所以说她在圈中广结人员 前台幕后个个对她交口称赞 她是一个令人无法企及的天生偶像 是一个为情所困的痴心汉子 是一个分不清戏内戏外的人 在她的遗嘱里她失望地说 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 为何结局如此呢 张国荣成长在怎样的时代 她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 人们为什么亲切地叫她哥哥啊 她生命的最后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她又为何以这样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主播为您讲述 张国荣和她的时代上级 1984年这一整年 全香港的街头巷尾 都激荡着摩妮卡的热烈歌声 扮着特别设计的舞步和首饰 也让人们记住了她年轻不羁的演唱者 张国荣 那个时候香港无限 也就是TVB一大 几乎每一个香港家庭的电视啊 都锁定在这个频道了 而张国荣是迎评上最热的明星 这是张国荣出场明星的滋味 当时这个炙手可热的青春偶像 被人叫做荣少 因为她成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又从英国读书回来 穿衣服呢也很西化 很前卫 整个人看上去很骄傲 给人一种不羁的公子哥形象 香港的老年人 几乎都对上世纪三十年代 树立在中环黄金地段的 张火海招牌有印象 那里正是张国荣父亲的洋装店 而那里售卖的服装啊 都是当时好莱坞最新的时尚款式 张国荣的爸爸 当时人称裁缝之王 衣服里绣了他名字的 还要多加一百块钱 他又是个小儿子 当然是标准少爷了 这也是张国荣出入行的那几年 饱受攻击的一点 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嘛 唱歌只是玩玩 其实啊 1956年婴儿潮时期 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张国荣 并没有一个令人艳羡的童年 他从小就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住过 唯一亲近的人 是家里面的庸人六姐 后来啊 家里人送他去英国读书了 学的是纺织专业 有些子称副业的意思吧 不过因父亲中风了 他读了一半就不得不回来 张国荣曾在一档电视节目 今夜不设房中说 原本想父亲看男装店 他来做女装 但那个时候啊 两体裁缝已经落伍了 流行成疑了 眼看着父亲的店铺越来越小 19岁学业中断 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他不习惯跟下人住一起 想自己赚钱就去跑马地卖鞋 去牛仔裤店卖牛仔裤 到一家律师楼里从小地做起 所以啊 进入娱乐圈对他来说 并不单是兴趣使然 更是生存的需要 林一华曾是张国荣 在黄凤鸣佛教中学时的学弟 他记得 那个时候啊 张国荣大约只有15岁 上学的时候 会把手臂搭在女同学的肩膀上 一打篮球便会吸引大家来到 走廊上停着围栏 目不转睛地看着和幻想着 正是因为天生的明星像 后来黄瞻 尼匡 李碧华都忍不住称赞 眉目如画 更让人感叹的是 张国荣的眉目如画 并没有让他的星途一帆风顺 等到莫尼卡热潮延续到了1988年 他在洪馆开23场演唱会 确立乐坛地位之时 距离他入行啊 已有十年的时间了 李小田曾是香港最资深的音乐制作人 也是张国荣在地理华星时代的领路人 1977年 他在立地电视台的亚洲歌唱比赛 担任音乐总监 试音的时候就看到了张国荣 他回忆出现张国荣时的情景 靓仔拿一首 时长七分多钟的英文歌来参赛的 虽然他唱得很好 但是一个歌唱比赛 是不可能让他把整首歌都唱完的 我说张国荣你要停 没想到他不识相地反驳 那就没意义了 不过啊 最后他还是唱了三分钟的版本 得了第二名 也和莉莉电视签了合约 李小田还记得 颁奖的时候 黄西结队张国荣说 我要捧你做明星 没想到 这一等就是十年啊 以至于香港人有句俗话 连张国荣都要挨十年 李小田说 演绎这行是72行之外的片门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有时候啊 只是缺了一点运气而已 张国荣在得了歌唱比赛亚军之后 出了唱片 都是一些英文歌 而且啊 那个时候他的唱相比较艰细 推出以后反应并不是很好 另外啊 这一时期的不顺 和他出道在立地电视台也是有关系的 在香港电视圈里面 老大是无线 立地只是一个小弟 所以啊 张国荣稍微红一点以后 就去了无线了 这个时候 李小田也凭借亚洲歌唱比赛 把立地台的音乐部分 搞得有声有色的 无线台就挖他过去 在无线复制了一个新秀歌唱比赛 后来啊 香港歌坛上 几乎九成以上的当红歌手 都是参加比赛出道的 李小田带队 在无线成立了华星音乐部门 也是顺理成章的 继续做张国荣的唱片监制 推出了《风继续吹》 那个时候日本歌最流行 很多时候啊 就是把日本歌改编一下 就拿过来给歌手唱了 而当时身在华星的陈淑芬说 张国荣和他都喜欢山口百会 《风继续吹》 便是他改编自他的一首 名为你唱的最后一首歌 作为他加入华星第一张唱片的主打歌 从这个时候开始 张国荣开始学习压低声线去唱歌 鼻腔音听上去更性感 有点像猫王 而那个时候呢 已经开始流行卡拉OK了 同公司的罗文 很多歌声线很高 歌迷很难学唱 反而张国荣的歌更容易朗朗上口 这张唱片的成绩不错 大家以为可以成为当年 十大进歌金曲之一 而组织方啊 也是极力邀请张国荣 为颁奖礼的做上课 但张国荣满怀希望而去 却失望而归 陈淑芬回忆 那天晚上颁奖礼结束 很多人一早定了位置 到海城看罗文的演出 一大群人一起去捧罗文的场 当灯按下来 张国荣竟然坐在他旁边哭了 张国荣的成名曲《莫妮卡》 也是日本歌 源于李小田和陈淑芬 有一年啊 在日本观看东京音乐节 留意到台上有一个歌手 叫做《急穿谎思》 台风动感澎湃 看他声嘶力竭地唱着这首《莫妮卡》 令李小田灵光一闪 觉得这首歌适合张国荣反唱 会有叛逆不羁的味道吧 不过啊 张国荣并不是简单地翻唱别人的歌 他的成功源自于 偏执一般的追求完美 李小田回忆说 当年 他跟张国荣一起录唱片的时候啊 如果发现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 张国荣就会把整首歌重新再唱 其实他本可以只重复唱的一句的 他之所以坚持整首歌再唱一次 是为了保持流畅 因为补唱再接的地方 是会从呼吸声中听出来的 那个时候啊 好多演员都是无限训练班出身的 华星唱片部 也是有自己的歌手储备计划 但要从中脱颖而出 圈中形容走木人像 就好像在少林寺要下山一样 先通过考验 张国荣一开始和罗文 陈柏强签了同一个经纪人 另外两个人都红了 就他不红 尤其在张国荣刚出道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将陈柏强跟他对比 陈柏强是贵公子 初恋情怀的感觉是在温室中长大的 张国荣就是反叛的 感情是成熟的 在社会上有很多经历的那段时间啊 张国荣和陈柏强搭戏都是配角 比如在失业生中 张国荣是个坏学生 反衬陈柏强的好 不过到了莫妮卡红遍香港以后 张国荣就意气风发了 而张国荣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 是和香港精神吻合的 香港人会对这种有挫折经历的人 格外有感情的 就像张国荣参演的鼓手的主题曲 默默向上 有李超的幸福不肯轻招手 我要艰苦奋斗 张国荣走红之初 一直是叛逆不羁的形象 这一特质 在他前期和陈柏强 后期和谭永林的对比中 更加鲜明这一特质 想要成功 想要被接受 却需要等待香港经济 腾飞之初的婴儿潮一代的成长 等这一代年轻人的经济能力 与反叛能力 张国荣对香港来说 代表一个从无到有的青春 所以 他要等所谓青春的市场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 才真正在香港发烧 牛仔裤也是在1972年左右 才开始公认为 是年轻一代的身份标记的 而八十年代 成为张国荣 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十年 有了莫妮卡 有点像猫王的感觉 张国荣成为了 第一个独立的青春图腾 1986年年底 张国荣和华青唱片合约期满时 他已经是各个唱片公司 争抢的对象了 华青这个时候陷入人事纠纷了 陈淑芬离开 创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 恒星娱乐 他已经是张国荣 事实上的经纪人 因此 张国荣也选择 跟他离开华青了 转头新一宝 那时的张国荣 已经不满足于走红了 他想走出自己的路 当年新一宝掌门人 是DJ出身的陈绍宝 香港人称小宝 说起和张国荣的合作 他眉飞色舞 称之为香港音乐中 最轰动的一次歌星跳槽 陈绍宝故意说 机缘就出现在那年 进歌金曲的颁奖胜会上 那也是谭永林和张国荣 在奖项上竞争的 最激烈的一年 两派歌迷到了 随时在场馆外 开打的地步 张国荣在极难受的气氛下 唱完了获得 最受欢迎金曲奖的歌曲 有谁共鸣 习惯一早离开着他 因为场馆外群情激勇 而被迫留在更衣室内 我一看见他打招呼 或者恭喜的话 都来不及讲 他便跟我说快签约 记者会宣布了之后 我手心冒着汗 我明白 小宝 你身负重任了 八十年代 日本风盛行 改日本歌是一个安全地带 不过张国荣 在新一宝的第一张碟 又更近了一步 主打歌无心睡眠 不是直接把歌拿过来用 而是专门跑到日本 去找人编曲 在日本录歌时 还安排了张国荣 在东京音乐节做表演 嘉宾陈少宝说 以前大家都是找好听的歌 回来给歌手唱 弄好了就出唱片 但我们会先确定 想要什么再去找歌 这是不一样的呀 这个呀 也是他觉得挺过瘾的地方 大家先留意到 他的外形 衣着 发现歌也好听 我们就让他的这一方面 特质更突出 总之呢 是比流行超前一步的 到了新一宝 谭章之争演绎的 更加惊心动魄了 黄瞻形容为 一场张国荣追赶 谭永林的游戏 谭章争霸 是粤语歌曲鼎盛的时期 最著名的行销案例 也是香港歌坛 激烈竞争的缩影 两人的歌迷互不相让 似乎每个家庭里面 都有一对歌自的粉丝 压力之下 谭永林在1988年 获得第十个年度金曲奖之后 宣布不再参加任何比赛了 一年之后 张国荣在连续 33场演唱会之后 宣布退出歌坛 1995年 复出歌坛以后 张国荣开始找林熙帮她写歌 林熙追忆 张国荣说我给她打造了 不同风格的歌词 飞扬 缠绵 妖魅 忧郁 沉溺 喜悦 悲伤 转眼八年 这一切情绪都好像是 张国荣本人似的 以至于有评论说 香港大部分歌手啊 都在唱别人写给她的东西 张国荣唱的歌 你会觉得 真的是她写给你的 唱的是自己的话 林熙记得 第一次看见张国荣 就像是电影里面的镜头 一部红色的奔驰敞篷跑车 她一个人开 刷的一下就停在楼下了 张国荣这个人啊 很大方 对朋友从不吝啬 有一次林熙回来 给朋友们炫耀手里面的手表 说道这是哥哥送的 因为林熙看见了喜欢 张国荣就摘下来送给她了 关于哥哥这个称呼的由来 有人说是欠女幽魂时 王祖贤叫起来的 也有人说是东邪西毒时 对应林亲霞的姐姐 不过一叫出来啊 就感觉很贴切 张国荣本人也爱听别人这么叫 成长在一个与父母关系 疏离的大家庭 渴望爱 但是被忽视 所以哥哥的昵称 令她有一种亲人的感觉 张国荣付出之后 哥哥的称呼 也成为演艺地位的象征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他追求更自我的表达 也尽力实践他的艺术先言 演员应该是焦量行寸 可以是雌雄同体千变万化的 在张国荣的歌坛前半生里 他留下了无数的耳熟能详的好歌 他浑厚性感 富有雌性的嗓音 如同醇酒滋润心甜 叫人如痴如醉 有谁共鸣 风在起时 倩女幽魂等歌曲的 醇厚性感 无心睡眠 暴风一族 黑色午夜曲等歌曲的 节奏激荡 都令人难以忘怀 1995年 张国荣付出歌坛以后 签约滚石唱片 推出专辑宠爱 输入的全是自己主演过的 电影的歌曲 张国荣赋予他们 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而他在1996年推出的红 表现出了他心情的坦然 和生命中一直 觅而不宣的颓废和音语 应该说 这是他复书以后 最重要的一张专辑了 同时奠定了 他歌唱生涯后期的风格 在一代歌迷的心里 张国荣的歌声 曾是香港一个时代的背景音乐 在他生前之友的回忆里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不拘小节 他自信爆棚 他有点邪气 还掺杂着 关于他喝了一点酒 就会用脏话骂 传媒的不实报道 其实他是寂寞高手 一个人在山巅舞剑 没有对手 张国荣在音乐事业中 已经攀上了顶峰了 在他的演艺生涯中 影视生涯占有多大的分量 对他的人生又有什么影响 名利双收之后 他面临着哪些痛苦和彷徨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 是怎样度过的 他为什么要结束 自己的生命呢 下集 主播继续为您讲述 张国荣和他的时代 在上期节目里 我们说到90年代后期 张国荣已经攀上了 音乐事业的顶峰 但是音乐表达的 还只是模糊的情感 而参演影视作品 让他真正蜕变 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1989年以前 张国荣也是演电影的 但是即便是男主角 也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骨手里 他是一个吃爱着骨的执着少年 《倩女幽魂》里 是一个被鬼神 吓破了胆的文弱书生 《颜值扣》里 是一个能放弃荣华 却受不了平淡困苦 想爱又不能执着的 到底的豪门阔哨 而《英雄本色》里 是有点自私 好勇斗狠 但是内心充满了正义感 和敬业精神的莽撞景观 纵横四海里 是战场得意 情场失意 蓄意赢得美人归的犯罪高手 有些评论认为 这些戏里有他不多 没他不少 只有唱主题歌的时候 才显得比较重要 主演《阿飞正传》以后 他懂得了演戏的真谛 用眼神 用身体 更用本色 于是 在情歌中反复地感叹 小心翼翼的偶像 张国荣死了 活在荧幕上的是一个 已经成熟很有味道的男人 眼神意外深长 又带点迷惘 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议论 只做兴之所致的事情 于是 有了东邪吸毒里面 守候在一个地方 对所有的厮杀有意求 连死亡都不在乎 只为一个女人心痛 为漫漫前尘忏悔的吸毒 有了白发魔女里面 笑傲一切 俗里胆大追求爱情的卓一行 有了金枝玉叶里面 困惑于内心的爱情 渴望脆弱而迷惘的金牌音乐人 直到主演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这部电影的吸引人之处 当然不是嘎那电影节的奖项 也不是舞台上男扮女装 舞台下错乱了性别的爱情 而是成蝶一的痴心 张国荣不是成蝶一 但他懂得这种心情 演过成蝶一之后 太自由了 风月夜半歌声 让他有了更多自信 于是他敢演很出味的电影 如色秦男女 在大胆的情节里面 表现冷酷的现实世界 让他尝试了另外一种荧幕形象 于是他敢和王家卫再次合作 在春光乍蟹里面 和梁朝伟演对手戏 这个题材是他曾经避之唯恐不及的 同性感情世界 当然了 电影真正的主题是生命的回归 这部在阿根廷拍的片子 为王家卫赢得了嘎那的最佳导演 也为张国荣赢得了 直面世界的信心与自由 于是他再次跑到上海演红色恋人 自信可以演好一个 说英语的中共地下党员 36岁的张国荣 这个时候开始喜剧尘埃 步入生命中的另外一个阶段 开始演更多的角色 他也敢公开 自识诺言再唱歌了 他不再考虑世人的看法 不怕别人说他 因为他付出的足够多 因为他足够洒脱 在付出的第一张唱片《红》中 摄影师夏永康帮他拍照 那个时候啊 夏永康还是小自卑 他很直接地对张国荣说 封面能不能不出现你的照片 也不能出现你的名字 没想到啊 张国荣一下就同意了 当时那么做是非常大胆的 也体现出张国荣的绝对自信 那夜照片里只拍了六张视频 他就说好了 就这样 没有更好了 一张黑白大头照 有点模糊 反而别有味道 后来的唱片封面啊 真的只是一片红 不过一个星期之后 唱片公司就忍不住换掉了 在后来的跨越九期演唱会上 为配合红的魅惑一镜 张国荣特别模仿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 大卫鲍威 抹上了红色口红 穿起了裙子 套上了黑色的网眼丝袜 穿上红色高跟鞋 引发了一时话题 著名服装设计师西仲文说 其实啊 张国荣的嗓音条件并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在舞台上那么打动人呢 因为他是少有的几个人之一 穿上舞台装 没有生命的衣服就好像活了过来 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是戏 而且张国荣认为 艺人在舞台上应该更大胆 更可观赏 因为不像是在电影里面 有一个固定的形象 张国荣曾说 如果我不在舞台上抄前一步 就不是一个明星了 也是在这一次跨越九期演唱会上 张国荣将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献给母亲和堂堂 向公众宣告了自己的性取向 之前啊 他要写一首歌表达他的心境 只有一句交代 喂 你有没有看过一出戏啊 叫做《甲凤徐黄》 后来张国荣唱自己的那首歌 《我》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2003年4月1日傍晚 张国荣在香港中环文化东方酒店 跳楼自杀 年终46岁 十年间 关于他轻生原因的猜测层出不穷 认为是情感纠纷所苦而轻生者有之 以其入戏太深 难分真患者有之 更有人认为是撞邪所致 综合分析认为 张国荣患抑郁症 导致厌室自杀 才是最有可能的 他的自传和自杀现场 发现了一封写着 深感情绪困扰的遗书 证明了这一点 张国荣自杀当天 他都做了什么 见了哪些人 遇到了哪些事 他的抑郁症又因何而来呢 室内设计师莫华饼 是和张国荣吃最后午餐的朋友 莫华饼说 事后才得知 张国荣和他见面之前 已经在文化酒店定了一张房间了 张国荣早为自己的人生旅程 自编自导 自演了一场落幕戏 莫华饼只是他的配角而已 根据莫华饼的回忆 2003年4月1日 他接到了张国荣约他吃饭的电话 于是两个人约了中午1点 在铜锣湾的一家餐厅见面 等到莫华饼到来时 张国荣已经戴着口罩坐在里面了 当时他身穿浅灰色西装 那里是深灰色T恤 两个人一聊就是三个小时 莫华饼说 我觉得他非常的紧张 手不停地颤抖 张国荣还抄下了 莫华饼的身份证号码 他是要在遗嘱中 留下一份小礼物给莫华饼 在两人的清谈中 张国荣曾问莫华饼 如果你病得很厉害 无药可治 你会怎么样解决 听到这个问话 莫华饼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只好说我会吃安眠药 如果被人发现了还有得救 你错了 张国荣很直率地说要死 最直接是跳楼 听到张国荣这么说 莫华饼摇头说不同意 我和你都这样暧昧 怎么能这样做呢 就像鸡蛋落在地上 万一不小心压倒别人 还是在床上吃安眠药好一点 莫华饼透露 张国荣曾怀疑自己撞邪 那天吃午餐 莫华饼主动建议陪张国荣 去美国看医生 他回答说 有人也叫我去四川 但现在是非典高峰期 哪都去不了 莫华饼回忆起午餐时 哥哥表现得非常怕非典 戴着口罩 有人认出他呢 他就对人家笑笑 张国荣上午十点多打电话 给莫华饼 随后就自己驾车出街了 漫无目的地在这围兜风 他对莫华饼说 那天早上感觉很辛苦 只想开车开得很快 最好就这样撞车算了 他想起自己约了莫华饼 才赶来就餐 吃完午餐 张国荣坚持要送莫华饼 回公司去 就算推开门 或者是推开车门 张国荣都非常的小心 明显是顾及非典 也显得爱惜健康和生命 下车险 莫华饼提醒张国荣 说你赶紧回家去换衣服吧 你约了人家打球 每周二张国荣都习惯 约堂堂打羽毛球 没想到张国荣竟对他说 你不用再打电话给我了 莫华饼走到公司电梯前 想起了张国荣的话 突然一阵心惊 于是他赶紧打电话 给张国荣的姐姐张丽萍 希望他能够找到张国荣 张丽萍回电话说 知道弟弟在中环 约了陈淑芬见面 6点40 张国荣跳了下去 了解了自己的一生 时隔多年 莫华饼无奈地说 有些要发生的事情 无法阻止 张国荣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 莫华饼分析说 他一心想做导演 大陆有个老板很欣赏他 想投资给他拍戏 张国荣当时已经选好了 一个剧本了 描述1939年 发生在青岛的故事 莫华饼在青岛 做过室内设计 张国荣曾经问过他 很多的意见 并说找了霸王别姬的幕后班底 后来感到剧本和青岛外景 有些距离 他开始感到失落 再然后 投资老板出了问题 资金未能到位 张国荣更受打击 患病以后更是不停地抽烟 张国荣曾到澳大利亚看医生 医生建议他烟酒都要借 2002年按照合约 张国荣还欠陈绍宝所掌管的 环球唱片公司一张唱片 当时环球旗下的歌手还有 陈绍宝就把两个人交到一起合作了 那个时候 张国荣的状态就已经不太好了 刚开始是魏爷倒流 就去看医生 医生说也不是什么大病 如果你不开心的话 吃什么药都没有用的 主要是看自己的情绪 陈绍宝说 最后这张唱片 他一边录一边生病 因为魏爷倒流 对他的嗓子影响很大 再加上自己又紧张 所以啊 出来的声音效果不太好 张国荣就显得更低落了 而后 张国荣只为自己人生中 最后的这张唱片 出来参加了一场记者会 封面上的照片都是合成的 经纪人陈淑芬说 张国荣这个时候 已经饱受抑郁症的困扰了 他得病的时候 自己并不知道 直到后来 这个病就开始有了一些病态反应 比如手颤 睡不着 出冷汗 哥哥一直是一个 很注重健康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这么多不正常的现象呢 当时啊张国荣还有四部电影片 约等的拍呢 可惜因为精神不振 睡眠很差 于是他更加不停地抽烟 一支接着一支 连拿水杯都颤抖得不得了 坐立不安 魂不守舍 他去看医生 所有专科医生都说 他身体上是没有问题的 肝很好 心脏很好 什么都很好 他就很奇怪啊 陈淑芬认为 他生病最大的原因 就是2000年演唱会 媒体的负面报道 带给他的伤害 他用心做了那么好 却受了那么大的打击 后来啊 陈淑芬推荐了一家客观的媒体 来采访 张国荣说 如果再这样搞下去 香港不会懂得欣赏 一些艺人做的东西的 我自己不要紧 但我请的是一个 外国的著名设计师来设计的 媒体这么写 弄得那位设计师 放话说以后 不帮香港艺人设计了 其实是香港的损失 在张国荣发病期间 莫华平保持 每周跟他见一次两次 他回忆说 可能有太多人讲不同意见 不知道要听谁的 让他更为混乱和心绪纠结 这些事业上的困境 是不是造成张国荣 患上抑郁症的唯一原因呢 十年以后 张国荣的大姐张丽萍 接受采访时透露 张国荣的病是因为 脑部里面的化学物质 不平衡所造成的 此外 不快乐的童年和母爱的缺乏 让张国荣几乎成了 抑郁症的天然素体 张国荣在童年 确实是处于长期的不快乐中 他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 父亲有两房太太 父亲跟母亲感情不和 一年到头除了节假日很少回家 从小几个孩子都是和父母分开住的 张国荣有保姆六姐 保姆六姐一手带大他 因此张国荣对于自己父亲 并没什么感情 而母亲与他的兄弟姐妹们 同样是有着很大的隔阂 互相难以沟通 谈起话来就像是陌生人一般客气 回首童年 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记忆的 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留恋的 张国荣用这样的话来做了总结 而这也在张国荣的心里 留下了很大的一块阴影 每每谈及家人 他总是很低调 张国荣生前好友 观景彭回忆 在他生命的后期 一次见到张国荣 他的手一直在颤抖 不停地喝热饮 根据医生分析 这已经不是抑郁症通常的临床表现了 他很有可能有了别的并发症 他长期的睡眠障碍 这是抑郁症非常严重的临床表现 一个人一直睡不着觉的话 各种生理上的病痛都会出现的 自杀是为了脱离痛苦 这就是张国荣 他是脚踩高跟鞋 纵情歌舞的大明星 是身着睡衣就可以唱出 我就是我的自负之人 是哭泰也绝美的雌雄同体 是日日夜有所梦的敏感病人 是弹球共同度过的善良灵魂 是4月1日年复一年的阵痛 更是舍不得说再见的永恒 好了 本次分享到此全部结束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 感谢收听 col看